按照计划 喂 我事结束了 我 应该还有一点事 喂 喂 不会又有事了吧 好 我退房了 马上到公司 好 私料已经准备好了 等你回来咱们睡时可以看会 喂 温柔 我还在酒店 今天得跟你聊一下 具体的投资细节 还有铺里摸到下一步的打算 我不回公司了 你们到酒店来 马上 苏子光 你不要以为我们之间出了问题 你就可以趁血而入 那只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小情趣 并不是真的吵架 你们俩出什么问题了 我们没什么问题 老板知道苏子光过来找你谈 投资普林摩达的事情了 我感觉他是误会了 您就过去一趟吧 他果然还是在意我的 温柔 好 我们去哪里谈 我 我连事有事 我们改天再聊吧 好了 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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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事情没听说 喂 喂 我这边也有事你回去吧 那要没别的 就到这儿吧 好吧 喂 我事结束了 温柔 我应该还有一点事 喂 喂 不会又有事了吧 好 拜拜 这么多人吗 你 存底上线 许云密跟普利摩达签了长期的合约 不是说换就能换的 生意场上分分合合很正常 普利摩达现在需要更有力的合作对象 而且 惠心已经投资了普利摩达 我是不是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话语权的 惠心为什么要投资普利摩达 因为普利摩达很有潜力 你确定一点私心都没有 说实话 有私心 素子光 你说什么呢 温馨之前因为刘梦那个事 心里面对你有些愧疚 她想让我帮你找一些资源 我这儿呢 正好有一些闲置的资金 就帮了她一个小忙 可是没想到你竟然拒去了 可能是因为你们 两个那个 夫妻之间的小情趣 不过后来 韩清还是跟我签了合约 韩清跟我说 如果温柔能够圆梦 你一定会很开心 也不知道是不是她想多了 所以你什么都知道 刚才是故意挑衅我 你们俩上上下下折腾了我那么多趟 我这么说这么做 也是为了能解决你们两个那个 我小情趣 抱歉啊 你是我小英之心吗 没事 我也不是什么君子